god 接下來第三章 我們先講 這個磁能的 這個能量的轉換 我們再講電壓系 這個是能量的 關於這個 這個積電池之間怎麼做能量 那學習這張非常的重要 因為為什麼電動機能夠 能夠產生出它的一個性能 發電機能發電 馬達能夠做功能 主要就是靠這個能量轉化 所以這部分第三章 相當於是我們電動機的總論 你總類學了 各種電動機它怎麼工作你都知道 那我們這個學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這個分佈的解說 這個交流機壓、自由機壓、電壓器 它的原因 所以這張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很遺憾的是 關於這個部分呢 寫的好的書很少 大部分對於初學的人來看 我看太懂 包括我以前在修課的時候 看太懂 那這個部分呢 我是找到一本 一本來古老的書 他寫得很好 那這個書已經絕版了 是史萊姆早派1970年寫的書 非常經典的一種書 那這個章章的這個PDM檔 我們會把它放在網頁上面 那有志向學的同學可以去讀一篇 古時候的人寫的書跟現在的人寫的書 大概一樣 現在都是講究素質 你們課本上我寫得很簡單 一看就看懂 我都沒說 那史萊姆早派很多後面本 我時候的寫的書都好薄 然後呢 每一句就殉藏了 很深的道理 你知道他在讀好多遍的 喔他原來是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知道這本書 這本書以前我唸書的時候 我們看不太懂 就是唸一唸就卡住唸一唸就卡住 所以當一功力滲透到一個程度 而且哇好厲害 就怎麼就是九陰正經 所以這本書很值得看 這很古典 可是他的用詞非常喜念 而且他的圖都畫得很漂亮 你看古時候的寫的書 我們說古時候是197989 寫的書他畫的圖 他手畫的 畫得比現在漂亮多了 他那個 你會感覺看 感覺他在畫這些工程圖啊 這些構造圖 他的用心 他的質感 現在都是用電腦畫的 卡比佩斯的 卡比佩斯的 所以圖書館裡面 有一些古老的書 這個經典的書 真的還蠻值得看的 這些知識都不會 不會退流行的 所以我們這一張 就是從史萊姆這本書 我們接許 謝謝你